Melody 阿比 早晨 早晨 你好 阿神 早晨 你好 我是大寶 我們有很大集合的 Mu-san King Channel的兩位出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Mu-san King Channel的Bernie 我是Mu-san King Channel的Jim 你們倆還記不記得當初怎樣認識的 我們認識是十年前 我入行的時候主持一個節目是做舞蹈士Q 那時候是主持一個月娥新聞 那不如我們了解一下 兩位你們小時候在怎樣的環境之下成長 其實我小時候我覺得我是來自一個小康之家 尤其是媽媽影響很大 因為媽媽對人處事所有的狀態都是很樂意助人 所以這個是影響著我在生活中覺得助人是一個很快樂的事 我本身是從沙巴來的 我是單親家庭長大的 那時候我就跟媽媽的 不時都會給媽媽麻煩 因為她要養大兩個小孩 我跟妹妹 我很多時候沒有辦法之下 一定要很快的獨立 在家裡的時候就要幫忙處事 煮飯 接過妹妹 為何要成立這個頻道 你們倆已經很熟悉了 很多節目大家一起去做 那時候我就在做一個producer的身份 就是幫客戶拍攝的廣告 如果我反正都會做節目 為何我不制作一個節目 因為當時覺得馬來西亞的娛樂節目很少 你不如做一個平台給大家去分享你的作品 我們開一個公司拍攝 但是名字為何是叫姆生King 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如果是做網絡的話 一定是世界每個角度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就覺得有什麼去代表馬來西亞的呢 除了拿斯特末之外 你想到姆生King 你也知道馬來西亞的味道 姆生King Channel的成立之後 是不是真的那麼順風順水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part time的模式去做 成績OK 同時間我們都找了一些行內的朋友 那這個方式 當然你綁大家在一起的話 他一定會達到一個基本的成績 因為大家都會分享 但是之後我們覺得 這樣的方式是否可以走下去呢 你一直要用到別人的話 那你兩個自己 就不是這個Channel的icon 之後我們就要慢慢轉 那轉成自己兩個人做的時候 就發覺他真的有難度 那時候在這樣的一個市場 尤其是我們轉去Youtube的時候 你發覺 其實在網上的人 都是年輕人 但是我們就很大膽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試試吸納一些 成熟的人進來呢 拋棄了我這個所謂的藝人 這個光滑 再說我現在要重新 讓你認識我是哪一個 做一件事 就是不同的方式做這件事 所以就有點像 把電視搬上Youtube 和大家見面 是不是感情好 擺在一起做工作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那個好的效果呢 我覺得如果是公司的話 如果你的目標是一致的話 就算方式不一樣 你看我們兩個人的character 很不一樣的 但如果我們目標是一樣的話 它不重要 它是一個很主動的人 我就是一個被動的人 所以我閉上那個deal之後 然後在ideation上 然後怎樣拍攝的東西 就交給它了 就是account servicing 它是做creative 所以creative的部分 就是我 然後還有導演 我們兩個就會去討論 究竟在這個網絡上做平台 無論是提供資訊 內容 又或者是壽麻產品 都好 有什麼意見可以給朋友 一個就是 你是以business去想 或者是你以自己的喜好去做 是不一樣的 我們開始的時候是一個興趣 因為我們用多餘時間去拍片 但是你發覺 如果是那個方式 你又沒有全心投入的話 其實是很難的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brand 是要被誰聽得到或者看得到 很多時候真的不要被 一時的成績去影響著你的心態 那你沒有堅持 是沒有辦法做下去的 謝謝 拜拜 謝謝